在今日定期会议程中 先因原来淹雪关心南投市民间乡 种植许多高经济作物 但会遗留下许多塑胶黑网等 农业废弃物议题都相当关心 并在会中提出建言 判县府相关单位提出配套措施加以改善 在我们的南投县民间乡南投市 有很多的我们的农民呢 是种植高经济价值作物 地鸭肉好 还是这个山椒 翁来 薑 针对国庆敲耸云天旁的废弃黑网的部分 县议员林芳宇也在会中表示关切 判县府能够尽速清除 在国庆乡也有许许多多的黑网 也是我们农业废弃物的这一环 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环保局的局长 之前本期一直在关心的一件 就是我们国庆福贵 乔耸云天提防边的这一堆黑网跟垃圾 到底清除了没 从去年一直到现在 说实在的很难看 希望说我们能够排除一些的困难 尽快地来清除这一堆黑网及垃圾可以吗 鱼池香种植香菇面积广大 但种植过程中的棉花却无法回收 变成农业废弃物 对此先议员王秋淑也针对此议题来提出建言 希望县府能够拟定相关措施来改善 大家都知道我们鱼池香种植我们的香菇非常的多 这是变成它的塑胶套环有回收 塑胶袋子也有在回收 但是目前重点来了 它的棉花是不回收的 请问这些的 这个棉花的废弃物我们要如何去处理 我希望我们的农业处能够来重视一下 因为这个棉花大家都没有地方 没有人要回收之后 就是产生我们农民欧白胆 造成我们地方的垃圾的污染非常的严重 希望我们这个农业处真的要来重视这个香菇废弃包的棉花 在今日定期会议程中 先议员赖燕雪 林芳宇 王秋淑 都针对农业废弃物如何处置议题 都相当关心并提出许多建言 期盼县府能够拟定相关规划加以改善 记者邱平俊南投先议会采访报导